Hello,大家好,我是Teacher Grace 各位学龄前的爸爸妈妈们 平常在小朋友的教养上 会不会常常让你有抓狂 或者让你头疼的情况呢 如果小朋友爱打人强玩具 或者事无缘故他就生气发脾气了 还有爱说谎等等 在我20年的教学经验中 很多的爸妈妈妈们都会问我 像类似这样的教养问题 那我平常在面对小朋友的时候呢 也常常会有很多的例子 那整个累积下来的实战经验 我们来收录在这一本 说对话的不动录教养书中 这本书呢可以帮助爸妈们 学习如何用小飘的逻辑 来化解他们的情绪 而且呢可以彻底的解决 大人一直说一直说 小朋友一直一直不听的恶性循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